根据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的人类足迹纪录片 收集了英国人衣食住行的人生数字 如果一个人活到78.5岁 他的一生将留下令人惊讶的数目字 尽管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数目字显示的纯属平均值 还是可以作为参考 举例说 每个人一生平均丢掉8.5公吨的食品包装饮料 4239捡卫生籽 两岁半前拥掉3796片尿片 消耗12万公升的软料 耗费近100万公升的洗澡水 411个护肤产品等等 人生的数目字不断累积 我们如何看待数据 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全球人口目前快冲破71人 如果平均按照英国人的一半来计算 我们是一群多么大的地球吞噬者 所以我们现在呢 人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环保 环保呢 都是在你我生活中 环保呢 都是在整个普遍在天盖之下的大环境 因为呢 大气候的不调和 就是现在的污染啊 太严重了 污染都是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 形式有关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 身为地球的孩子 我们应该为地球尽一份力 最美的双手呢 可以为地球保健 我们不忍地球受毁伤啊 要如何保护这个地球 只要我们伸出来双手 这种回收呢 我们要先导每一个家庭 我们的人家啊 是这是下苦哪 可以浪浪啊 这个回收呢 先放在家中吼 那 当好呢 我们是定家啊 再去给他回收哦 人人会加起身外 会要 这瓶 这瓶啊 那把这样的物资呢 点滴都不浪费 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 此机志工积极落实在社区里 推动延续雾名的环保运动 让人人看得见 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 到底价值在哪里 菩萨 我想 人间菩萨 我们都可以 多显导 让地上的大地之上 人人都是菩萨 大地之上人人菩萨呢 哪怕 环保做不好呢 环保做得好 天气很自然的就会四大调和天下无灾难 虽然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天长或者是地球 哪怕我们的人世间的寿命啊 苦短 可是我们要下定结心 还有下一代的教育 从我们现在开始 所谓的世纪末日话题尽管耸人听闻 但这样的危机何尝不是胜命的转机呢 若我们善用这双手去呵护大地 环保清静在源头 只要从自身做起 这何尝不是面对所谓世纪末日的最佳方法吗